欢迎来到小小娱乐之虽然是神经病但没关系第五至六集 在旁黄大雨下找到满羊的坑贴 立刻除了一件外套披上坑贴 怕他懒亲 满羊见到坑贴即时安心就俯伏在坑贴身上了 最后两人为了避雨去到一家 motel 坑贴叫满羊给钱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满羊银包电话都没带在身 就很激动说如果自己没去找他那怎么办呢 还紧张到责备他冲动的性格 这样是很危险 满羊见到坑贴这么激动 就问他是不是喜欢自己了 明明早上还说自己是一个空穴 是罐头 没有感情 但是现在又这么紧张自己 坑贴当然答不出 想着付钱的时候发现自己都没钱在身 就只好带满羊回家了 坑贴还吩咐满羊 不可以搞哥哥生亭 要离远哥哥一点 但是满羊就说要直接询问一下生亭 坑贴当然阻止 还用一个觉得他很麻烦的眼神望着他 令满羊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望着他的时候 坑贴就顺势教他要懂得看人的表情 去分别别人的感受 还叫他利用卡仔去了解别人的表情 但是满羊就很讨厌 坑贴就说出满羊的作品 《丧丝骇子》 是想带出想要别人温暖这个讯息 但是满羊就极力否认 最后坑贴就伸出手 给他感受自己的体温 另一方面 生亭觉得弟弟讨厌自己 不断用头敲打牆 坑贴怎么道歉都没用 最后就说出自己被掌刮一巴 令面肿到关了楼 才令生亭停止和留意自己 最后两兄弟在打斗中就和好了 坑贴为了满羊跟问朱莉妈妈 拿了饭送回到楼上和满羊寻 但是满羊不肯走 还说要在这里过夜 满羊就大叫山铁威胁坑贴 这个时候 邪叔为了陪坑贴吃饭就走了上来 而坑贴为了阻止他入屋 关了一栋门 带自己进不回去 那么满羊当然利用这个好机会 和坑贴做交易 最后坑贴打给邪叔说家里爆水喉 叫他帮忙照顾山铁一晚 满羊就成功在这里过夜 当晚坑贴竟然对满羊说出 哥哥山铁总是看他的表情 去判断自己是否幸福 所以才会整天笑 而满羊更问坑贴 有没有想念和自己好似的女人 坑贴就回答说 想要忘记 因为当年自己逃走是一个坏人 甚至到现在都还是逃走 每天早上 朱莉收工回来 为了拿牛奶给坑贴 发现了满羊在这里 心情立刻变差 两人更为坑贴斗嘴 朱莉说满羊想要的东西 就一定要得到 这种并不是爱情 是自己的执着和贪念 而满羊就说朱莉是假扮大方 假扮纯情 假扮友善 所以当年同学们都要排擠他 令朱莉打了满羊一把 两人甚至扯着对方的头发 坑贴见到就立刻大叫 哥满羊 阻止了两人 但是坑贴只是给了钱 满羊叫他搭的士回家 还说自己并不是属于他的 满羊回到城堡 想起坑贴怎么对自己 令他心情起伏 一时又挂起他的衣服 一时又不停踩衣服发射 而朱莉因为坑贴用半语叫满羊的名字 觉得比起自己 他们两个更熟悉 而感到伤心 但朱莉妈妈就鼓励他 趁早和坑贴表白 作为朋友的邪叔 当然担心坑贴了 所以叫他要避开满羊 而坑贴更赶出自己 最近很多时都会忘记自己的伤痛 甚至会忘记了哥哥 叫邪叔记得要提醒他 另外因为书评人 录下满羊之前 推他下楼梯的录音 所以就向社长杀伤了 加上新书出版不了 令公司雪上加伤 最后社长破产了 并且去到城堡找门羊解决 每日在医院 朱莉因为患者被掌握一巴 令他心情低落 去到天台散心 刚刚见到坑贴在这里 就打算表白了 但是坑贴已经动息一切 并且拒绝了他 朱莉就希望他不要因为这样 两人变得尴尬并且搬走 善良的坑贴当然答应了 但是这个时候 门羊听到完 他就带啊山贴 去到自己的城堡了 还叫山贴签了份简单的文件 表示会在城堡里住 山贴从同事口中得知门羊带走了哥哥 侦察紧应不应该继续和门羊有什么瓜葛之后 都是打了给门羊问山贴现在在哪 门羊就答在嘴咒的城堡里 谁知道坑贴原来一早知道门羊就是当年的女子 更因为当年门羊救过他那天 和自己逃走那天 都有去过所以知道在哪 门羊更向山贴说出自己的故事 当年少女母亲和少女说 她是一个特别的孩子 和外界怎么都融合不了 只可以在城堡里生活 但是少女只是觉得被困 更希望有一个王子可以救她出去 终于被她等到的王子出现 但是都因为母亲的关系 令少女做出撤走王子的行为 如今王子叫她在城堡里等她 她现在就来 去到城堡 坑贴当然最主要是带走哥哥山贴 不过山贴因为喝了红酒睡了 只好去找门羊 而门羊第一句就问坑贴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她是当年的少女 坑贴都只是回答 可能是第一次对上眼已经知道 但因为当年的胆小徒走了 所以现在都极力地避开门羊 而今次选择来到 是想要好好道谢和道歉 再结束他们两个的关系 门羊那么需要她 当然不会想她离开 在追上坑贴的途中插错脚 紧张她的坑贴 一手就扶着她 门羊怎么求她留下都不行 最后坑贴要带走哥哥的时候 山贴表示已经签了约 答应了门羊在这里住 还可以做她的插画师 但是坑贴很生气 大声呼吓了山贴 并且撕坦了张约 刺激到山贴 推倒坑贴在地上 还不断说张约是自己的 山贴的人生是属于山贴的 并不是属于坑贴 令坑贴回想小时候 对着妈妈都有说过这样的说话 甚至说过想哥哥死了 小时候的坑贴最后伤心到走了去 恨好哥哥山贴同行 坑贴生不下山贴 两人就在湖冰上嬉起 谁知哥哥不幸掉落湖里 坑贴就猶疑 想转身离开就算 但是最后都救回哥哥 而山贴因为害怕的 没有够坑贴 直接离开了 最后一切看在眼内的门羊 出手救起了坑贴 回想起这一切 令坑贴很伤心和难受 而山贴其实一直都希望 弟弟可以一起在城堡里住 每天Jolie的妈妈 看到坑贴这么潮水 关心她的时候 得知山贴的情况 还鼓励坑贴要信任哥哥 学会放手给他做自己喜欢的事 所以坑贴再次去到城堡 找门羊讲清楚条件 例如只会走一在城堡 假日就会回家 山贴说走可以随时走 最重要的是门羊要尊重山贴 最后两人就在城堡里住 门羊更介绍山贴比社长识 但是社长不同意门羊的决定 有一晚山贴想走到地下室 但是被门羊阻止 更说出蓝狐子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很富有的蓝狐子伯爵 因为拥有蓝色的狐子 令其他人害怕接近他 孤独住在城堡里面 有一天 有一位贫穷的女子 愿意成为他的妻子 伯爵将自己所有的财富 都给予妻子 唯独是城堡的地下室 就绝对不能进入 可事 妻子偷偷进到地下室 见到多具女子的尸体 原来所有前任妻子 都不听话去到地下室而被杀 坎贴就劝戒哥哥 不要随便去地下室 而山贴更问道 为什么其他人害怕蓝狐子呢 为什么因为别人的不同 就要害怕 令坎贴加深思考 听到两兄弟对话 这么温馨的满羊 就觉得很有家的感觉 每天坎贴一早起床打掃 并且煮好早餐给满羊寻 甚至还一起回医院工作 满羊就被一个 因为交通车祸失去了女儿 而受到打击 患上抑鬱症的女病人吸引着 女病人更跟满羊说她是她的母亲 顿时令满羊感到畏惧 被坎贴见到并且带走了一个患者 搞到满羊上堂时后失魂 还大声呼含学生 而坎贴担心到吃饭时心不再燃 同一时间社长去到医院就找坎贴 叫她搬离满羊城堡 但是坎贴拒绝 晚上回到城堡 满羊一直困自己在房 连晚饭都没吃 当晚更再次发梦见到母亲威吓他 会杀死所有救他的王子 坎贴听到满羊抽搐的哭声 没事没事 就算满羊怎么叫他快点逃亡 离开滚开 坎贴都选择留下 还说自己不会走 经坎贴安抚之后 满羊才安稳下来 第五至六集 完 想我讲什么行剧给你听 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欢我的影片就记得订阅和like and share 拜拜